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友朋友 今天就很... 還沒介紹自己 我叫Dicky 今天很冷 現在是11度 今天這麼冷 當然是打火鍋 煲仔飯 或者是羊腩煲的 我們今天吃什麼呢? 羊腩煲 現在去了 走吧 對了 還沒進去之前 大家記得CLS 很重要的 現在真的可以進去了 Let's go 先喝一杯 天寒地凍 當然是一杯凍檸茶 真棒 這裡的凍檸茶 我覺得挺有水準 哇 來了 當然是做個 這裡我覺得最好吃的 就是羊腩煲 實不相瞞 其實最高紀錄 在這間餐廳 一個月吃了四次 有兩次去買 外賣兩次去吃 好香 這裡的羊腩煲 它的顏色不像我們外面吃的 很濃 這麼深 雖然是這麼說 它的顏色是淺一點的 但它的醬香味依然保留在這裡 枝竹也是主角 一定不能坐過 其實我也挺喜歡吃羊腩煲 尤其是幾天天氣開始凍 凍到700度 幸福的感覺 吃羊腩煲 今天肥肥一定是絕配 但在我心目中 這個也是絕配 因為它的醬汁 滾滾的時候 它是更濃郁 我們拌飯 真的可以吃兩碗飯 好吃 每一粒飯都充滿羊腩煲 羊汁的味道 好吃 還有其他配料 有些冬菇 馬蹄 還有當然 一碟唐山菜 天氣那麼凍 吃完一個暖粒粒的羊腩煲之後 不如也吃一個辣的食物 輕和和暖一點 嗯 口水雞 我還以為它是冷的 有醬汁浸在雞上面 原來是 是熱的 有一點點辣 大家都知道我不太吃得辣 不過OK 我覺得這個辣 不是很搶厚 很新辣 接受到 口水雞 本身很油 辣椒油 它的雞 不是很肥 很油 所以你吃下去 你會覺得整件事是非常加肥 而且雞本身也有一點點味 嗯 今天很飽 我們兩個人吃了一個羊腩煲 和口水雞 因為今天羊腩煲都很大 而且我一個人卸了一碗白飯 所以我都覺得很夠吃 接下來幾天都是很冷的 天文台華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這裡嘗嘗它的羊腩煲 如果大家有什麼推介我吃的 可以留言給我們 好嗎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這個人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